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來到這個NESA 即是新興運動協會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新興運動協會是什麼 不如就由 黑豬黎廣業老師介紹一下 好 其實新興運動協會 有一班老師 社工和教練 一起成立的 老師和教練包括你 可以這樣說 其實都是一班有心人 是想做一些社區服務 最好做到慈善 現在是非牟利形式 一班人一起做 包括我 包括Ivy 親善大使 我也是新興運動協會 其中一個項目芬蘭木企的教練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了解一下芬蘭木企的 可以在以下這條頻道 看一看 好 新興運動的意思 定義是什麼 其實新興運動的定義 就泛指香港見到很多傳統的運動 但其實新興運動就是 非傳統的運動 而在香港是未見過的 我們發現 原來這些運動在那個地方 是非常普及的 也有他的教練 裁判 比賽 即是已經有很好的賽制 沒錯 也很有趣 那些器材大家都未見過 我們希望好的研究之餘 跟外國這些機構 聯絡 然後就引進來香港 將這個新興運動發揚光大 即是有一個slogan 我們叫做 健康和健康 我們希望運動 人們可以透過新興運動 來玩運動 因為其實我硬件 我去教小朋友 他們玩昆蘭木棋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這個現象很開心 我覺得是由他們的好奇心 引發他們的動力去做運動 有一個好的教練 有一個好老師 我知道近來 新興運動協會 又引入了一個新的運動 它是叫做 它是叫做手桌球 英文叫做Hash Kerr Ball 即是用手玩的桌球 其實是一個德國發明的運動 這個發明者也是我一個好朋友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Renny 我以為他的名字叫Hash Kerr 不是 即是它不單止是一個運動那麼簡單 它這個設計 以及它那個Flexibility 即是可以 即是它一張桌 不一定是一張桌 任何桌都可以 當然它有一個範圍 有些大桌可以玩 小桌也可以玩 咦 那不如我們一齊了解一下吧 了解一下吧 好 好 床很簡單 我們一揭開 其實有四個角落頭 每一個角落頭 就是吸進去 怎樣玩 怎樣玩呢 首先用黑鍋 許願也是用黑鍋 是 來吧 再來 這個 你先 你先 你先開 這個開球 這個開球 帶它來到這裡 即是 沒過半場而已 一閘 再兩次 可以 觀察 觀察 所以現在眼睛要分開兩個 看兩個球 對 這個很有趣 來看黑鍋 你當 不行 不行 你停了 你贏了 你贏了 其實剛才那一刻 我都有 有少少人意 是 用哪一部分 身體哪一部分 肌肉會特別多呢 其實呢 如果玩黑鍋 首先呢 就是要用大腿肌肉 因為要坐低一點 然後呢 你要有一個 小手機 小手機協調 其實就是手腕力 前臂 的一些操控 是 還有 眼手 手眼協調 Eye hand coordination 兩隻眼 還要分開 兩個 因為呢 你這個黑球 走緊 紅球 走緊 你的兩隻眼 分開看兩個球 是 所以呢 考完觀察力 現在有少少少寒 因為始終玩得不久 我要再 捉摸一下怎麼玩 但是呢 這個呢 不知道我怎麼找到 哈哈哈哈